接下來,後面當然我們有五個有關資料庫連線的範例 這些範例其實我覺得設計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但是前提就是你要先對那個 買SEQL 如何建立資料庫,建立資料表 然後再來就是說SEQL語法要有一定的認識 所以在我們的那個講義裡面 剛剛是第12章,第13章裡面 也有相關的那個認識SEQL語法的部分 不過簡單講起來,其實什麼叫SEQL呢? 它的全稱就叫做這個 Struge Query Language 簡單講起來就是 怎麼樣跟資料庫溝通的一種語言 它是用語言 而且互相都是相通的 無論說你是哪一種資料庫 比較常見的大家有這一些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買SEQL裡面 一定要藉由PHGMyAdmin 幫我們來做 這個有點像是 橋樑的角色 我講過前面早期 如果沒有PHGMyAdmin 要跟 買SEQL做溝通 那真的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那個下一個語法 跟在DOS裡面一樣 你就下那個語法 那那個 對一般來說 門檻就太高了 那它基本上已經讓你圖形化界面 大部分都已經功能都ready了 只是說我覺得用起來還是沒有像 視窗版像SS 那麼順手 主要它 畢竟 是一個什麼連線的版本 好那再來的話呢 裡面呢 它這相關的 包含就是說 資料庫 的物件語法 裡面包含就是如果建立 資料表 比如說我們 剛剛有看到一個 Create Table 在裡面的話 如果你要Create Table 就是增加一個資料表 下面的話有哪些欄位 那你定義好之後 它就是可以直接 很快速的幫你建立 另外 變更跟刪除 這個我想 再 另外如果你在用PHC MyDB 它有些語法會自動 透過圖 圖式的方式自動幫你轉譯 那裡面的話 比如說 如何增加那個Database Create Table Create哪個Table呢 Like Students 後面會加一個 if Not Exist 這個語法你可加可不加 如果說你擔心說 這個Table已經存在了 那你又不小心按下去 會造成錯誤的話 你可以加if Not Exist 而且這些語法 其實好像 之前在那個手機程式 設計裡面 用的那個Sequel Light 其實語法都一模一樣 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 怎麼Create Table 然後另外的話 相關的增加 變更 這些我想都差不多了 請各位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比較重要的像是什麼 資料表裡面的 資料包含查詢 所以 我們202的主要是這個 怎麼去Slate 那Slate裡面呢 還包含就是說 哪一個Table 裡面的哪些欄位 那你可以下一個 會有的一個 敘述 那比如說你要 像什麼 全文檢 全文檢索 就是關鍵字 比如說你輸入 這本書名 你不用全部 部分就好 比如說PHP 它會自動幫你把 那些書名找到 該怎麼做 還有就是說 下什麼樣的 陳述 敘述 它可以幫你找到 這個部分的話 後面我們會再講 然後insert 剛剛有用到 insert into 哪一個Table 哪些欄位 哪些Value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自動幫我把 這個 資料新增到我們的Table裡面 那另外update 更新嘛 哪些資料你要做更新 哪些資料你要刪除 這些都是 最基本 所以這個我想你盡量 如果你對於這個部分不熟的話 還是一樣 你剛才找一些相關的書籍 網路上應該查得到 相關的練習 來試試看 那比如說這個基本的語法 slate的語法怎麼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在 等一下那個範例 也會特別講到 所以這邊 那還有between end 在什麼範圍 比如說 哪一個數字到哪一個 或者哪一個日期到哪一個日期 會用between end 的敷術方式 那其他的話還有相關的會有指去 萬用資源 特別注意 什麼叫萬用資源 就是說 我們比如說要查一個php 但是這個php的書籍 它沒有一本書叫php 它叫php 什麼什麼什麼 可能很多很多 或者什麼什麼什麼的 php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找中間的東西的話 那你就下一個關鍵字 並且利用什麼 like 如果是文字的話 like 前後呢 就加上什麼 百分比符號 並且加上你要找的這個關鍵字 這樣子它就可以 幫我們找到 只要有php的 就幫我把資料給撈出來 其他的話 還有 order by 排序 還有就是說 限制 顯示幾筆 你比如說你一查 100萬筆 那你可不可以限制前十筆就好 可以 這邊可以 利用相關的語法 另外呢 這個MySQL裡面還有一些 藏有的 這個函數 這個所謂的藏有函數 它可以 在你處理那個資料 的時候呢 也可以類似像 Excel一樣 可以幫你做一些事情 這邊的話 我想這個 這個函數的話 不是每一個資料 都相通 這個是 MySQL裡面才有的 有這些函數 日期啦 時間這個 蠻像是 在Excel裡面的 這些這些相關的函數 還有 自算函數 新增 修改 刪除 這些我想各位 可以在 了解一下 有關 SEQL的基本的概念 那有了這些概念 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我們就 繼續再來看 就是那個 我們這個範例 查詢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今天 需要做什麼查詢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這邊有個關鍵字 輸入之後 按查詢 它可以自動幫我 查出我要的 比如說我關鍵字是 PHP 但是這個時候按查詢 因為我 那個 資料庫還沒建議 所以它還是會有 東西出現 不過呢 這個地方查不到東西 那我傳了什麼東西過去呢 你會發現有這些 slate 哪一個book name keyword 什麼什麼有沒有 那 接下來 如果說 我們要來練習 這一題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一題的那個 SEQL檔 已經在 我們的雲端 裡面 記得在第 第幾題 第 第2 202題 所以你們找一下 如果你們之前已經有解壓錯的話 你就直接到 PHP 我們的那個範例檔裡面 找到 PHP202這一題 這個地方會有個叫 Library.seql 按右鍵 我把它用那個EditVis 那個Nordepad++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先把它打開來 裡面的話呢 它就會有個create table 它其實都已經幫你寫好了 這個table 不過特別注意 你記得一定要自己 自己建立一個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 一定要自己手動建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來 建立一個資料庫 首先的話呢 再來切到那個 PHMyAdmin 然後首頁的地方按下去 這個Home 回到首頁 資料庫 建立一個 Library的資料庫 所以把資料庫 名稱加上去 然後呢 它的語法的話 記得是 編碼方式 我們用這個 unicode 建立 好 第1步的話 你要記得要建立一個資料庫 等到建立好資料庫之後的話 請你把這個資料庫打開來 點一下 再來的話 那我們的資料表 跟資料都還沒上 那用什麼方式來上最快呢 幾個方法 一個 SEEQUAL點下去 你可以直接把那個SEEQUAL 貼過來 或者是說 匯入 匯入裡面的話 其實也有個地方 這個不要改 改哪裡 格式有沒有 你也可以去選擇什麼 一個SEEQUAL打 傳上去 可以兩種方法 不過我比較習慣是用這個 SEEQUAL 為什麼 因為可以看得到 那就把剛剛的那個SEEQUAL語法 把這個全選 Ctrl C 全選 之後的話呢 把它貼上 有沒有 它其實裡面在做什麼 我想各位再把細節稍微看一下 註解部分不用看 就是新增一個book的資料表 有123456 6個欄位 那PrimitKey是ID 然後呢 它有相關的設定等等的都在這邊 分別加入 底下這幾個欄 這幾個資料 按執行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接下來呢 它就出現什麼 影響的一列 那我們來點一下Library 看一下 裡面有沒有增加一個table 叫做book呢 有有沒有看到book 點下去 這個時候呢 它就幫我把 這個book裡面 所有的資料通通列出來了 這個時候你才有辦法去做後續的 裡面的話有這些書籍 總共的話有這些資料 那我們來看一下已經建好資料 然後呢 已經資料庫裡面的東西了 那我們這個時候再來查詢 書名找PHP按查詢 有沒有 查出來了 旁邊會有個詳細資料按下去 自動跳出詳細資料 還有一個返環 那我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書名來查 可不可以透過作者 打一個關鍵字 比如說我要找那個姓陳的 有沒有姓陳的 作者姓陳 查詢 一樣可以查出來 他會查什麼 這個作者 要有詳細資料 另外的話呢 還有根據出版社來查 比如說我要找那個 松 不知道松什麼 我可以按查詢 這個時候的話呢 只要是松綱的書 通通都會出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 先試試看好了 建立那個 我們Library資料庫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